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这一节是Jason 作为我们的嘉宾 Jason 你好 阿勇 你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见到内地股市反复向上 上证指数今早低开3时 早段乘幅上落 美段的升幅扩大 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收市报2665点 升11点 深淨城市亦低开高就 收市报7953点 升15点 而湖深300指数升6点 报3267点 而创业板指数升5点 报1378点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 恒指全日收报27260点 升78点 国企指数升25点 报10907点 而大股市成交金额是926亿多 接着和Jason 说一下大股市情况 昨天港股大升完之后 今天早段恒指也没有力量 尾短就做好一点 看到成交价今天都在挨近有超过900亿 而习特会又传来一些好消息 也有过90亿的蜜月期 是不是都没有这么快完结 大家可以放心一点 是的 港股由上个礼拜 开始跟大家说 都觉得整个前景未必说这么淡 的确在今次的集特会开完之后 有个好消息传出来 这个虽然不是一个永久停战的协议 也不是说港股之前收的关税是一笔勾销 但起码就比起很多市场的分析 或者很多经济师原本的预期来说 都为之是好的 因为好像Morning Stanley之前订的Base Case 或者那个基本的情景预测 他们都认为今次这个会议上 两方面都未必说可以有个协议是达成到 而且去到下年1月1号开始 都会正式将那个2000亿美金的商品的税率 是由现在一成再调高到两成半 所以由于本身很多行之前的预测 都看得是比较悲观一些 或者对那个集特会的成果都不是说 太有一个的憧憬 所以今次见到它有这个成果出道来 市场上当然是兴奋的 所以你看到昨天的港股 都已经是跳跌 然后是延续了那个升势 不是说高开完之后就无以为计 起码昨天都见到那个指数都升到六百多点 去到今天虽然在早上那段时间 或者是下午回到来 曾经见到的指数都有些回吐 跌幅都去到成二百多点那么多 但是跌幅去到美市就不但没有再加大 反而就到最后的十几分钟 看到的指数都又跌就转回升 所以都反映到现在市场上面 都仍然是维持一个相对乐观 相对正面的一个气氛 除了你说贸易战有个谈判的基础之外 大家看回现在全球方面 对于那个利率的上升的预期 似乎是有个降温的 联署方面很多位的官员都出到来 是发表了一些讲话 最新好像达拉斯方面联署的委员 他也是提及到 现在全球经济又放缩了 再加上美国通胀也是比较温和了 另外就是楼市方面在美国那边 都还是比较疲弱了 所以他都建议在加息上 不适宜太过进取或者太过快 所以大家都会看着 除了你说这个月 联署局的议息会议之外 近期少少说短期美国一些经济数据 特别说这个星期五晚 出那个飞龙新增职位 失业率等等的数字都相当之关键 如果你说出这些数字的结果 不是说真的还很厉害的 或者可能见到新增职位 是弱的市场预期的话 其实是会变成令到市场 对于美国加息那个节奏的预期 是会进一步降温的 这方面我相信对于环球股市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另外再加上人民币 在集特会开完之后 都连续两天有个秋升 由之前去到6.9596这些位置 一升升到上去6.84楼上的 这个都算是一个对市场来说 挺大的喜训 因为人民币今年年初到上个月 都保持贬值 都令到香港这边的中资股 受到一个直接的打击 所以你说在未来人民币那边 不是说再向下会市村七算 反而是反过来升上来 对于港股这边 反而是可以看好一点 所以短期里面 我仍然对于市况的展望 都相对看得比较正面一点 就算你说 昨天升了600多点 今天没什么会 我都相信整个市 你说现在这些位置要下去 要插下去 应该就不是说那么容易的 相反如果你说的好友 再给点力 就是把市场再推 那下一个关 我相信是有机会 挑战回200,000这些关口 好 讲完大事之后 都和Jason谈谈个别的股份 首先谈了2007先 BIG委员 看到他都公布了少少的销售数据 就说截至今年11月为止 首11个月的合同销售 大约是488亿元的人民币 按年都增加了差不多有三成 但是看到股价 今天就好像没什么大的起息 今天都是要跌1% 入位9.72 记得2017年的时候 碧桂园全年的销售额 是超过5500亿 现在照样看 要打破17年的记录 是不是都有些困难呢 Jason 碧桂园去去年公布的合约销售方面 那个基准就是拿着整个集团 包括联营公司合约公司 那个卖楼的销售 作为一个基准 去到今年6月打后 每个月公布这些卖楼的数字 那个基准是有些转变的 它现在拿着的 就只是归属于 母公司正利润的部分 或者母公司权益的部分 来到去 count 合约销售额 所以你看到 现在公布这些数字 比起去年每个月公布的数据 整体来说 那个基数是为之低了 如果你看之前6月份 出的announcement 都给了一个提示 当时公布了两个数字 一个就是整体集团的卖楼数据 另外一个就是在集团旗下 要归属于母公司权益的部分的数据 你计算那个比例 归属于母公司利润的部分 大概是占七成左右 所以如果计算今年11月份 即是说头11个月 它按年升幅就两成九 比起其实头10个月来说 都算放缓了 用刚刚的比例 我们尝试都将 即是单单11月份的数据 去抽出来来计算一次 光是11月 例如今次卖楼的金额 是330多亿的 比起去年 如果是overall的 是490多亿 如果拿回七成多亿 一个龟宿 母公司权益的 就大概370多亿 意味着单港11月的卖楼销售 按年跌了大概一成左右 你说它全年做不做到 即是去年那条数据 如果你拿回相同的基准比 就应该没问题的 甚至乎都应该是达了标的 但是究竟现在的增长 由年初的时候 是过倍的一个升幅 去到现在只得了两成多的升幅 甚至乎按年来说 都是有一个倒退 都告诉大家 现在内地的楼市似乎放缓的部份 是比较明显 再加上碧桂园之前 比较依赖一些三四线城市 或者澎湖区改造方面的项目 似乎这个增长的力度 未必说可以再维持到 所以现在大家有一个预期 就是说这些房产商 去到夏年年头设计 那个全年的收留目标 都可能会保守一些 还有大家都关注 就是说 如果如果来到楼价 都仍有一个向下调的话 对于它们的毛利来说 会不会有个压力 这些都会构成 它们股价一个比较短线的收押 但是我自己对于这个板费 又不是说一面倒那么淡 原因就是 究竟接下来 当内地楼市是有个降温的 成交有个回落 楼价有个调整之后 会不会都令到 就说内地不同的政府 或者银行那边 都可以叫做松绑一些调控 或者将那些利率 是着量有个下调呢 其二就是说 现在人民币 刚刚都提过 由低位有个多大的回升 对于本身在香港上市很多内房股 之前都发了很多美元的票据 发了很多美元的CB 这一部分 也能够直接受惠人民币回升的趋势 所以我自己觉得 内房股虽然好像今天来说 表现都一样 但是整个反弹的势头 我相信都还没完结 好 讲完内房股之后 还有时间 还和Jason说一下航空股 因为看到德热志银行 就发表了一个报告 就说看到近期油价就下跌 令到市场好像对一些航空股 都兴趣都大一点 他自己就会觉得 大家应该可能要选择一些 航空股可以考虑的东西 但就要选择性地买 什么意思呢 他就维持了国泰航空一个 买入的评级 他觉得国泰的股价 其实都叫做一个历史的低位 还有看到乘客的税率 都有一个改善情况 给了买入的评级 但目标价就下降了到13.5 刚才Jason也有提到 又说人民币又反弹一些 如果你选择航空股的话 你会选择国泰 还是会选择中资航空股呢 国泰来说 炒的焦点就是他本身 就是公司业务上的复苏 比如说之前那些对冲亏损 慢慢都扭转过来 而且都见到他在折楼方面 做到一些成效 之前出的业绩 亦都有些改善 所以国泰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复苏的行程 就未炒完的 但如果你说 纯粹计算短线 油价的向下 又或者人民币方面 现在的回升 对于中资航空股的三只来说 刺激的作用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如果你计算中资的三间航空公司 都是没有做相关对冲的 比如说油价之前的牌 掉了这么多 他们由于没有任何对冲关系 反而就能够直接受惠 燃料成本的下调 再加上如果你看回他们本身 现在存在一些美元的负债 的比例大概都有三成多 那便说人民币 真的现在对美金是有个回升 那对于航空股来说 亦都是会有个直接的帮助 那还有这个板块 在对上大半年 亦都由高位回助相当多下来 计算他们现在的估值 都靠近了 就是对上十年平均值的 就是说超过是一个的标准差 就是说在那个估值上面 都有点而叫做是被低估 那只要你说 未来的油价 不要说有个很大的反弹 又或者内地方面整体经济 不要说有个很明显的硬着陆 那我相信航空股这一段 是有条件再追回多一点上来 那如果你说 那三间航空公司 三支航空股来到比较 南航就对于人民币 汇价的升跌就最敏感 或者跟油价方面的相关度 亦都是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如果你现在 就是债查或油价的 向下和人民币的回升 那南航似乎的直博率 就是最大了 那看到中资航空股里面 南航的升幅 今天就是最大 升超过3.6% 报回5.71 而东航就升3.5% 而国航就升2.1% 报回8.15 那之国太就升0.7% 报回11.18 好 谢谢Jason你的分析 这一节跟你谈到这里 跟你相报 刚才我们提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